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歡迎收看防島單元借看一下 這是防島單元的第八集 今天要帶大家去的島是來自美國的觀眾投稿的唷 她叫做Serena 是個在西雅圖長大的華裔 目前是在洛杉磯讀室內設計相關的 她在前座的快樂家設計就入坑了 她也有玩過手遊版的 在Switch版一發布消息後就馬上預購遊戲了 她很喜歡月亮 所以島上有很多月亮相關的設計與擺設 整體是照著島上原始的地形河流走向 下去加以佈置的 想打造一個遠離城市沉浸在自然中的休閒環境 她喜歡的居民是前座沒能帶回家 本座終於入手的月兔 還有克里奇與法蘭奇 全是兔子 因為島主本人也有養兔子 附帶一提的是這位島主也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喔 內容有教一些食譜及生活VLOG的部分 連結或會放在資訊欄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喔 那我們就千萬出發參觀她的島嶼吧 我們即將到達Moonlight 喔 月光島 喔 她東西都是用白色的 白色的家具 白色的花 喔 她本人也是很白色 嗨 哇 她準備的禮物也是白色的 你好啊 我今天呢 也是有帶禮物來的 那我的禮物呢 就是 就是那幾樣喔 感謝她送的禮物啦 啊 旁邊有月兔耶 她有說月兔是她最喜歡的動物喔 剛好一起在機場這邊迎接 今天再麻煩你帶路啦 在那之前我們先跟月兔聊一下 月兔在Moonlight島 超無違和感 她真的就是適合住在這個島上 她的沙灘上面寫著For you 好 往下走這邊 她的 咦 她好特別喔 她的衣服店開在那個沙灘上 沙灘服裝店區 你們看櫃子上的照片 是雪景耶 我第一次注意到 是改造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只能改造那個 木頭的顏色 原來連照片的景色都會不一樣喔 往上走一點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是庭院的地方 旁邊都是白色的銀蓮花 櫻花庭院 喔 所以她這邊擺了一些櫻花的擺設 然後如果是春天的話 旁邊兩旁的樹就會開滿櫻花喔 這樣春天會非常的漂亮 春季樹很漂亮 對 可以想像的到 另外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她桌椅的 擺放的方式喔 特別好看喔 音樂廣場 哇 這邊景色然後再搭上飛機雲喔 超漂亮的 這裡根本就是一個漂亮的打卡景點喔 拍一下 超好看 而且她家具都是白色的 很有整體感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休息區 這個圓木躺椅 它上面那個抱枕 好像跟它地板用的 對 這邊的那個 圖案是一樣的 野餐區和月牙壺 月牙壺 是說這個壺是一個月亮的形狀嗎 好特別喔 我來看一下 真的耶 雖然我鏡頭沒有辦法移再過去一點 我來看一下地圖 真的耶 從這邊地圖上看起來它就是一個月亮的形狀 它島上有三隻兔子 然後也有史培牙 然後張麗娜 還有兩隻羊喔 張彎彎也在裡面 這個壺很厲害 這個壺是我看過算是數一數二的厲害喔 可以挖出這樣一個月亮的形狀 它好特別喔 沙灘商店街 對 它兩間店都放在沙灘上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你看它門口 放那個圓木凳子 然後再插上這個旗子 這個好酷喔 很可愛耶 它這邊有餅乾車 然後三台販賣機都是白色的 看來是非常的堅持喔 嗨 月兔你又出現了 噴泉廣場 哇 你看它的噴水池四周 有那個草地耶 這樣看起來非常的好看 用那個我的設計鋪上去了 這邊搭上飛機雲 又是一個拍照景點 他說從這邊上去很好看 它旁邊的地板還有那個月亮形狀的圖案 真的是很喜歡月亮喔 要站在這裡嗎 可以在這邊看夜景 欸 很厲害耶 從這個地方看過去完全是平的 所以另外一邊是沒有做山壁嗎 哇 視野超讚的這裡 很好看 適合看夜景 上個月的煙火大會應該也很適合喔 欸 這隻黑臉的羊 綿綿 看來是普通系的是不是 森林 我很喜歡森林系的風景區喔 哇 好好看 我覺得可以把樹種成這樣的人都很厲害喔 像我完全不會種樹 有來過我的島的人就知道我的樹就是這樣子 像人形稻樹一樣 這一排直直的種過去喔 好好看喔 往右邊走一點 這邊 喔 這邊是要用跳的 跳過來 這有個道場 哇 復步景觀 往上面看一點 喔 那是泡湯的地方嗎 很享受喔 拍照留念 冥想復步 坐在這裡冥想嗎 我們仔細看一下我們兩個現在 腳下站的這一塊地喔 這一塊地板 它也是挖得很好看耶 雖然是不規則的 可是就是不規則的很好看 我覺得森林系 就是 好看在這一點 不規則可是很好看 海邊咖啡廳 你們看它這個桌子上 它放白玫瑰 它直接把花裝飾 然後呢 旁邊 這邊都有放一些 植物的盆栽 還有你看它那個 黑板前面還有放一個 這個 還沒長出來的樹 我覺得它很會運用植物的擺放 你們看那個 椰子樹旁邊的這個雜草 種在這裡也是非常的好看喔 很厲害 很會運用植物 嗨 草莓 人家在跟我介紹 結果我一直跑去跟它的居民講話 好 它說這裡是露營區 哇 你們看它露營區 旁邊這個 自住吧 要什麼自己 自己沉喔 它說這一間是它附上的房子 我們來突襲檢查一下 哇 不愧是學室內設計的 進來就可以感受到是整個房間都非常的明亮 而且它的空間感超棒的 再加上它家具選用的配色都非常的一致 就算是各種不同風格的家具 你看像沙發木製桌子 藤邊的垃圾桶 雖然都是不同風格的 可是它卻有辦法把它 全部融合在一起 而且沒有違和感 左邊這邊看起來也是喝咖啡的地方 所以它整棟房子都是 一個咖啡廳的主題 只是它左邊這邊 就是全部都是黃色的東西 也是跟剛才我說的一樣 風格不一樣 可是配色一樣 放在一起就很搭喔 左邊房間 用黃色的 是要增加好運對吧 風水 哈哈哈哈 然後你們看它這邊又放了一個 植物喔 這個是波斯菊吧 真的很懂得利用植物來佈置喔 右邊這一間 看起來是走 東方風路線的 雖然是這麼說 可是它有放一台鋼琴喔 不過也是因為色調都很一致 看起來就沒有什麼違和感 嗯?我剛才是不是彈出了薄薄水 呵呵 三個音啊 這麼剛好 被拍手了 這一間 看起來也是咖啡 欸不一樣喔 我有發現到它旁邊掛了一件女僕裝 是女僕咖啡 耶 我自己平常也很喜歡去 台北地下街的那個女僕咖啡廳喔 這一間是我的菜喔 喜歡 耶 拍個照 樓上是大家都會有的和事喔 哇 它上面都有掛那個 這個叫什麼 椰子盆栽嗎 然後它整間的色系都是那個 樹木的顏色 木頭啊 然後 布料都是用綠色的喔 看起來非常的舒服喔 視覺上 登 它牆上掛著這是什麼 這些要密室解謎之類的嗎 思考人生的地下室 那這地下室非常的空就全部是水泥地喔 人生好難啦 居民住宅區 那這一棟是綿綿的家 那這邊住宅區也是蠻森林的喔 喔這紅色屋頂該不會是 喔是草莓的家 紅色屋頂都會馬上想到是那個 那個恰恰丸的家喔 房子後面還有這樣的一個後院的設計 從這邊綿綿的家可以跳過去喔 哇 地板又是月亮 石燈籠 哇 這個橋是自己造的喔 撲過去 然後再用這個石頭的 柵欄 把它圍起來喔 看起來就變成一個很長的石頭橋 如果大家想要做那種很長的橋的話也可以這樣做 這棟房子我認得這是史培亞的家喔 另一片住宅區 這邊走到底來到這個 梅利諾的家 黃色的羊 因為我忘記上次去訪誰的島 他島上給我這隻羊喔 看來也是蠻受歡迎的喔 成熟系的 往這邊就是我的家 來從這邊 喔 這裡也是用跳的喔 欸 等一下喔 這個 這個 哇 這瀑布也是月亮型的耶 真的是很堅持月亮 哇 這邊又放兩個新月椅喔 真的很愛月亮耶 然後地板又都是月亮 很好看 欸 等一下 後面有個破壞景色的東西 哈哈哈哈 在冒黑煙喔 好 這樣就看不到了 這個呢 這一艘船就是兇手 冒黑煙的兇手 剛好來防島這一天遇到了狐狸喔 喔 他這邊還有做一個 就是 他在沙灘上有做一個小的造景 從我這個角度看下去也是很好看 再來要進他房子啦 哈哈哈哈 超厲害 這個大廳是怎麼一回事 歡迎來到我的家 你的家好厲害 這個大廳 跟他那個 附帳的房子一樣喔 都是用一樣的色調的 只是他附帳用的色調好像都是 比較偏暗的嘛 那這一間就是白色的 跟他外面島上的布置顏色比較一致喔 而且他東西都擺得好好看喔 那個雜誌架什麼的 然後他植物 我還是要稱讚一下 他房間的植物擺放都非常的好看喔 好 另外這一間呢 看來也是用一樣的色調 白色的 然後 還是一樣的 就是他植物真的很會擺 你看他這樣子 植物是階梯形的擺上去喔 真的 超好看的 牆上啊 然後地上啊 而且他植物也都是選用 就是一樣顏色的盆栽 都白色的 就是白色加綠色 整體 整體上看起來就是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好看 另外這一間呢 他用了很多藤邊的家具 衣櫃啊 凳子啊 都放在角落 然後中間卻是用一些很舒服 軟綿綿的 這個叫什麼 抱枕 然後跟地毯喔 這樣看起來就有一種強烈的對比喔 四周都硬硬的 然後中間看起來軟軟的 很淘汰的樣子 那色調呢 也都是綠色跟白色 整體 正面牆是照片 那整間房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我來看一下照片有誰 是他島上 好像都還住在島上嘛 是他島上的那些島民 月兔跟史培亞占西位喔 我現在才發現他大廳這一個門 你看他用簡單壁板把它遮一半起來 很厲害耶 很厲害耶 好好看喔 他看起來好像就變成這個空間是一個那個叫什麼拉門有沒有 很好看耶 真的很厲害 哇 等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他的浴室嗎 他這裡也是用了那個 樓中樓的感覺喔 哇 天啊 哇 他有做那個窗戶耶 這個浴室應該是我看過最好看的一間浴室了 對 我敢斷言喔 好好看喔 天啊 我的天啊 這必須拍下來了 太厲害了 這一間 另外這邊呢 有點不太一樣了 他變成是白色加一些 他的臥室 他變成是白色加黃色 而且是會發光的東西喔 星星 星星的那個吊飾 然後時鐘啊 星光啊 然後這裡也是放一個星月椅 明明其實發光的東西 就是各放一點點在角落 然後配上白色的被枕 看起來就很不一樣耶 臥室呢是這個色調看起來就很好睡有沒有 地下室 看起來就是一整套的人魚家具 不過有些東西不太一樣耶 他這邊 除了貝殼燈以外 他裡面放的那一張床 看起來是可愛床 我覺得女生應該都會很喜歡這種美齡配色的 粉紅色粉藍色 做出來的那個傢俱喔 異色花迷宮 雖然還有做迷宮 欸 好像真的是一個迷宮耶 比較小型的迷宮 不是那種 整個島都是迷宮的迷宮 地板上都還有一些小碎花 月兔的家 月兔的家旁邊也都是月亮 跟我之前月兔在我家的時候 我也就是在他旁邊放這些月亮啊然後星星之類的 就很適合他 喔 他這邊有放一些藍色的風信子 就變成白色加藍色的一塊區域喔 從這邊下去呢 他這邊也是放了一個藍色的沙發 月兔的無邊游泳池 在游泳池裡面還有魚啊 會不會被沖下去呢 克力奇的花店 這邊是克力奇的家 克力奇也有曾經在我島上待過一陣子 進去看一下 這麼剛好 克力奇今天生日 史培亞也在 剛好也是我島上的居民喔 當初 沒能幫克力奇過的生日在這裡補一下喔 而且史培亞也在 剛好也是我島上的居民喔 可是我好像沒有帶什麼 可以送的 我送他 送他個東西 隨便送個東西好了 我怕我亂送家具 破壞他克力奇的家就不好了 有 我有帶禮物喔 來 送給你 送給你這個 這個 化石好了 這個就不會破壞你房間家具了 圍巾人頭盔謝謝你 克力奇的 送的圍巾人頭盔喔 沒想到 剛好過來是 他生日喔 這邊 左邊的海灘 它這裡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小公園的地方喔 也是用白色加上淺藍色 白色就是這麼好用喔 白然後再加上另外一種 其他顏色看起來都會很好看 像我就很喜歡白色加紅色的組合 剛才往上走這裡 也是藍色加白色的 只是剛才那邊是藍色為主 這邊算是以白色為主的 這裡還有望遠鏡 哇 感覺視野就很好 我來站一下 這邊可以直接看到對面的島 好喔 月亮咖啡 他連字體都好好看喔 不愧是學設計的 字體都很講究 月亮咖啡廳 哇 他這個簡單壁板也好看 然後這裡呢 桌上放的這個是 白色的玫瑰花 有幾桌就是一般的用餐區 然後這邊 以原木沙發 可以坐比較多人喔 他這邊有一片竹林 這裡再加上這個溫泉池 然後旁邊又有瀑布 也是一個景色很好的地方 這邊走過來的都是竹子喔 是比較 比較和風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竹子就會感覺很和風 哇 這個景點也很好看喔 最後就是他右邊的海灘啦 剩下這個地方還沒看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我也要 欸 沙灘巾可以這樣滾 我之前呢玩那個動森手遊版啊 動森手遊版的那個單人 單人床啊 木製單人床 排在一起也可以這樣子一直滾喔 我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是最後的燈塔 它燈塔也是白色的 然後星光 星月椅 那地上還有放那些星星碎片 啊 大星星碎片是白色的 也可以這樣直接放欸 很有想法 嗨 張麗娜 最後就是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島旗啦 喂 月兔怎麼又出現了 開始結束都有月兔喔 好啦 那今天的防島星塵就到此結束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那我們將鏡頭拉回攝影棚喔 不愧是學室內設計的 兩棟房子的擺設都讓我嘆為觀止 而這件事我今天會特別想介紹它的島給大家的主因 這樣大家也能從中投學一點精髓喔 借看一下還有兩集 很開心大家一路以來一直支持 不過做這個單元真的很耗時間與體力喔 所以呢 10集結束後我會先暫時休息一陣子 也許 之後會再以番外篇的形式回歸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個單元到最後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على HIS Public Radio by b b tehd 我們 uten 我們